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三位嘉宾 说句心里话 您在录节目之前 你想知道他们是谁吗 会想 我会想 就是张东肯定会说 哥 你没来 你没来我的厂子 你的厂子我肯定也不会去 但是我确实很想想 能小心一样吗 那不会 那不会 您感觉谁会来 干了这么多年的这一行 然后经历的也比较多 坎坷也比较多 那么帮助我的人也比较多 我想要感恩的人也比较多 我就不知道 我确实猜不出来会是谁 你觉得今天您好像 能猜到您过来吗 差不多吧 他会想可能咱们班的人 我认为应该不会 我认为应该不会 对于这洪涛大哥来说 到底是谁 我觉得可能 大家现在都在猜 那咱们先来猜猜第一个嘉宾 好吗 来 掌声有请 压力 压力 来吧 来吧 在你看谁来了的节目设置中 大来宾决定与任意一扇门 背后的嘉宾见面时 栏目组将允许大来宾 向其选择的嘉宾 提出五个有效问题 而这位嘉宾 此时只能以文字 或者特效声音来回答 随后大来宾则需通过答案 来判断房间内嘉宾身份 若判断正确 则请出嘉宾 并进入下一环节 若判断失误 大来宾将接受惩罚 先见哪一个房间的嘉宾 那就顺着来吧 一号是吧 好的 一号 一号嘉宾 一号 您有五次提问题的机会 那么第五个问题 他会通过声音来回答你 请问你是 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这么问行吗 行啊 可以 您是先生还是女士 你是先生还是女士 你只要不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其他都能问 对 是吗 你叫什么名字 那写着呢 温币权 温币权 温币权你看谁来了 男的 男的 男是 男人啊 比我大还是比我小 哎 好问题啊 大一点 哇 这个 大一点 我怎么觉得好像小一点呢 天虚了 对 我们有没有合作过 咱们合作过没有 合作过 你还没有问他的职业 您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他的职业为人民服务 他的职业是为人民服务 你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他可以用话筒来回答你 哦 你能听出来呀 对 接下来你判断一下吧 在你看谁来了的答题过程中 将随时有可能出现 要求房间内的神秘嘉宾 用语音来回答问题的情况 那么对于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大来宾是否能把握得住呢 我们哪年认识的 八十年人末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哎 我们是同学 哎 您认为是谁 胡军 胡军 好 那么一号房间中 是不是演员胡军呢 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打破了 掌声有挺 库存天老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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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哥 哎呀 哎呀 好苦哦 对不起 谢谢你